星期三立步是小孩的天空 做未来切斗空含枝空 客水冷净净 心凉未透开 后后一家抓住啊 放下去了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 发现农民里 你听说没有朋友 今天我真的可以说给你听到欢喜感 看的朋友会看得真的更欢喜 因为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 过年即将要办年货 你有没有好好努力的来想一想 我要准备什么样的年货呢 我今天最大的年货就是邀请的重量级的来宾 他就是我的最好的年货 好天天好情绪 情类还有畜牧业 怎么样让他可以带来更多很好的产品 在我们的餐桌上 让大家欢乐的过好年呢 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好朋友 就是我们中央续产会的董事长 我们欢迎林冲贤林董事长 董事长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客家话是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也可以说客家话 应该会一点点 我大概就会讲 什么很长 很长 很长 OK的 无论是谁人 你说台语说客家话 说国语都同样 都要过年 今年过年很快 国立1月31号就是除夕了 今年有放九天假 那现在其实大家有点情绪有点紧绷 因为本来安排很多的尾牙 可是这欧美孔最近有点来捣乱 其实这些都是从国际上看起来都是正常的情况 只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因应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请洗手 戴口罩 做好个人的防护 很重要 太棒了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中央续产会 帮我们准备了好多精彩的 这个所有餐桌上 你看得到的 你喜欢的 不管是蛋类 奶类 肉类 这些 蛋奶肉 通通会让大家把今年的过年过得很澎湃 除了过年之外 平常也可以经常经常的来享用 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是我的日常 我们先来聊一下 因为从去年的这个五月 疫情爆发到现在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厉害 应变能力很好 当然政府也帮了很多的忙 有一些就是 我就是斩鸡没吧 没第一 就是这样 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方法 大家不想跟人跟人接触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平台来购买 没想到 这个反而创造了新的商机 所以董事长是不是先来告诉大家 马上就要过农历节了 农历的过年之前 有很多很多的亮点 都是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蛋奶肉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选择 这个转变其实 这个推手其实很厉害 其实最重要还是因为疫情 疫情带给大家 有些在宅上班 有一些就避免群聚或者是不能外食 就是在家自己 这个要自够食材 要来做使用 所以整个市场的转变 所以我们的业者 我们也要做这样因应 这些做行李 我们不用是要复合的企业 和消费者的需要 保护消费者也保护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台湾非常幸福的是说 除了政府会做事 国家防疫队帮我们守住防线 那其实因为不只是人的防疫 我们这个非洲猪瘟守住 大家才有好的猪肉吃 没错 没错 我们那个包括禽牛杆也守住 牛的结结枕也守住 你才有这些好的肉的来源跟奶的来源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大家在使用的过程 可能没有办法了解 前面大家辛苦的 这个农民的付出 或者是相关单位的配合 那刚好我觉得 我们续产会在这个平台上面 也看到好多这样的一个转变 然后也就借这个机会 透过阿尔杰的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经过的这种原物料器材 台湾现在不是说万物其掌吗 对 但我们感觉不理幸运的是什么 我们吃的肉 其实我们的治疗都是犊口的 甚至有的鸡状也都犊口的 但是我们有法度吃到这么便宜 其实这个算是 就是大家在整个这种民生需求上面 包括政府包括业者 包括我们一起都有一个搭配 所以食指购买力我们是比较高的 我们来看治疗就好 去年这个时候大概是6块多不到7块 现在我看今天的盘价都在15块 你已经超过一倍比较低 我们物价这些物价有没有涨到一倍 对没有啊 有感觉到微浮 就是微浮 因为你看吃一只鸡现在够1千块到1千2块 这只鸡上本可能都要够几十块 但是呢 我们就是有一些反应成本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有这些 都道会报是每天在开会 很坚定的为了要照顾普罗大众的这个民生需求 这个各单位的压力都很重 当然我们这个业者包括治疗业者 我们的这些虚目业者都共体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也拼得不用说 吃牛不要给我们买 做一些转单效应 所以大家共体时间的情况 所以我们都还能够支撑到现在 这个是 所以我们也看到好多产品 因为过去的通路 大家都可以去传统吃牛 卖厂餐厅 这样子买东西 你这都大家做会吃 甚至伴侶 你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一些伴侶 残印 包括观光都减去 所以整个那个消费市场的转变 我们避免 让这个缺口太大 让业者包括农民损失很大 所以大家都有变通 所以这个产品就发展出 很多元的这个内容 包括品项 甚至通路也改变 这个是 我觉得从疫情以后 后疫情时代 我们也会希望这样的一个带动 让很多的产业 也能够顺利的转型 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回机也是转机 所以董事长 要面对这么多的朋友 在关心说 我们这个马上过年的时候 在餐桌上的每一个食物 你要准备多一点点的钞票 可是呢 讲实话 你跟国际的物价比起来 我们真的没有完全反映到物价上面 否则裂考 真的未孤 因为现在有点缺粮 所以原物料东西欠缺的时候 包括我们要给鸡 鸭啊 他们这些饲料 其实也都产生一个成本上的电高 电高了许多许多 但这些我们希望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欢欢喜喜的 不要因为一下子突然间增加了很多 让大家产生很大的负担 过来就是说 辛苦几年了 很多人希望说 我可以吃一个比较好的 不一定是很在意 介绍的关系而已 我要好的东西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中央续产会真的把很多很优秀的 不管是养殖类 或者是我们这个奶蛋奶类 这些都精挑戏选过 今天这一集你一定要按赞要分享 因为接下来我会让大家看到许多经验 不断的哇哇哇 原来中央续产会做了这么多东西 而且这些产品都可以到你们家的餐桌上 但我还是要提醒一点 就是防疫工作你务必要做好 正常的生活如常的进行 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因为这可能后疫情时代 这就变成一种常态了 坦白讲在过去可能很多人没有去 仔细去看到 每一年光是流行性感冒 也带走很多人的生命 可是现在不断的一直宣导 一直宣导一直宣导 我反而觉得大家警觉性很高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台湾人民手法性很好 真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好 打疫苗大家一起打 口罩就戴好戴满 现在都努力的在预约第三季了 可是不是只有打疫苗 我觉得除了疫苗的基本防护之外 勤兮养补充也很重要 我觉得董事长讲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办公室你可能有碰过这种状况 一群人在办公 奇怪就有几个人经常感冒 有人感冒他就丢 有人感冒他就丢 他就是体弱还是怎么样 我就看到今天我现场有很多的产品的时候 我就好高兴 因为我就把自己吃得很健康 我的体能比别人好的时候 我中间的机会应该会比较低 就不会碰到这种状况 好 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来按赞 来分享先到中央续产会的网站上去看一下 因为现在购买的整个模式跟以往想象已经不一样了 妈妈你不用再这么辛苦 要到菜市场去搬大鱼大肉 搬到手就要断去 宅配就可以到家 宅配就可以到家 有的时候即使用APP 也给你送到家 你资料搜寻写一写 你只要有买过 下一次你的资料差不多都有了 通通帮你只要叮咚就送来你家 你要把你家的冰毒 穿开 你家一项一项 把它放好一项 除夕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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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过个好年了 很多的惊喜 在于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么多的产品 各位 我今天没有揪团 但是请大家上网去看一下 这些东西你都不能错过 来 我们先从羊年刚刚过嘛 各位你来看一下这个羊年 牛年刚刚 牛过了 现在是买好 好来我看牛肉一下 来 这个牛肉 哎呦 我给他拿下 这个是玉木牛 这个全国首创产销合一的产品 率先通过了国产牛肉 CAS的验证 最棒的厂商 来看一下 这个肉很沉 有冬 这都变成了 这样有看清楚吗 坚持跟执着就是这一块肉 介绍一下这一块肉 跟一般的肉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肉还有挂品牌 应该是说国产牛跟进口牛 最大的不同 这叫做新鲜 进口大概都要经过长途的运输 除了日本和牛比较近以外 看足迹 运费成本 再来就说我们这些国产牛 几乎因为我们每只牛都有在做管理 我们在整个认证验证上面都做得很落实 所以大家最后心绝对没有瘦肉筋 也没有狂牛症 对这个这个是热条 然后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上面 其实这个标章我现在越来越信赖它 而且我可以从这里去溯源 找到它 这是谁人家的 然后你看这个CAS 这不简单的 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有了这个验证 你会在你吃牛肉的时候更加的放心 这个是我们的玉木牛 那这个是在我们的 网路平台其实有很多都可以买得到 我感觉你认品牌 然后我自己个人会认这个商标 特别用这个我们的这个认证标章 还有QR Code 现在大家都知道验证的QR Code 因为QR Code扫进去 看得清清楚楚的资料了 一目了然 好还有除了牛之外呢 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羊在我们现在这个序幕内里面 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 董事长还不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其实大家一般在餐厅吃的 烤羊排之类大概多数是进口的 因为进口比较便宜 那国产羊因为数量不多 所以我们也是强调新鲜 同时呢我们在国产羊里面 是新三味比较少 新三味比较少 对 有的人就很怕那个羊肉 对羊烧味 那我知道有的人很喜欢 可是事实上羊肉非常非常的温补 但是如果你因为怕那个味道 我就觉得太可惜了 没错 羊肉炉在冬天的时候 尤其在五年夜饭的时候 如果能够上这样一锅 我跟你说 马上就会强调 这种寒流就烧滚滚了 烧滚滚 真的热滚滚 外面的冷 你要加衣服 然后有些是从油内而外的冷 有很多的小女生手脚都冰冷 那就是什么 辛苦 热量不够 像这样子的温补就很棒 那除了这个是羊肉炉之外 我们现在还有 我第一次看到 听说他卖得非常好 第一羊精 就是说现代人 大家爆肝 或者是在上班族很累 你省得自己去熬 就买这个及时包 但是羊 其实我们并不多 量不多 所以这个是很稀有 对 这是疫情以后 因为羊肉炉都不能外食 那个羊肉炉店 所以就鼓励多元产品 是 所以我可以 我如果自己煮一锅羊肉炉 我就放一个低羊精 那个汤头 算是成本比较高 最好的吃法 自己的 自己吃 当然要吃最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低羊精 也是让大家很惊艳 因为我们有看过很多滴肌精 滴牛 滴牛我觉得现在也很受欢迎 滴羊精 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 温补 尤其是女性朋友 尤其是女生 没有 我觉得男生也是 男生其实很 很靠劳力 你如果说 身体没有养好一点 那个出去要去跟人家打拼 这实在是拼不过人家 好 除了是羊肉炉 还有滴羊精之外呢 还有呢 这个 好多 临时的产品 耶 这个大家 刚好应景嘛 牛軋糖 这个漂亮 这个包装 羊軋糖 这个包装 我要去送人的话 就很漂亮了 有台湾 又有羊 这是什么 你猜得到吗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 羊軋糖 你有看过牛軋糖 但你没有看过羊軋糖 喜欢吃羊的产品的朋友 这个你就不要错过了 因为这样一整个 因为牛軋糖是牛奶 牛奶 羊軋糖是羊奶 以前我们吃羊奶 大概都只有吃到那个羊乳片 就是它有加工是羊乳片 否则就要喝那一整瓶 冬天才卖的 有有有 温的羊奶 那门口放一个 放一个桿子 要一天给你摆两罐 那个是满满妈妈的爱 而且羊其实并不多 所以你会知道说 那是很珍贵的 而且那个是对于养生 非常非常好 羊軋糖是其中一个 还有呢 看一下 羊乳片 哎呦哎呦 我的天 还有我们的饼干 手工饼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羊系列 可以当成是礼盒 送给朋友自己吃 都可以 这个手工的羊乳饼干 那我刚有特别讲到 我们最常常会 以前就有印象的 就是羊乳片 好羊乳片 其实是很多人从小的记忆 那妈妈为什么特别 要把羊乳片给孩子吃 其实在长高的时候 成长的阶段 钙质的摄取 羊乳片其实是很棒的 好 这几样东西给大家看过之外 再来 今天东西好多 当然 董事长你现在 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最介意哪一个 应该是每一项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特别关心高龄族 饮法族 跟那个富佑 我们现在那个鹿茸 算小产业 但是这个董事长大家可以保养 这个是我的最爱 因为我最近经常在喝鹿茸饮 我自己工作很忙 然后我发现说我都会照顾 家人啊小孩 可是我常常有时候会忘记照顾自己 妈妈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 这是妈妈职业病 我的羊产品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各位你有看过加南羊乳 你有看过这个马克的 我从小就认识他 这很棒 他是可以做这个沐浴乳 还有做香皂 这样子的礼盒送出去超体面的 因为我只要认得这一个马克 哎呦你看看加南羊乳 他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系列发展出来 好这也是给大家在过年的时候 如果你要送礼 然后给长官 给你的关心的亲朋好友 我觉得很体面很好看 那送健康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 刚才董事长也特别讲到了陆荣饮 我们的荣义饮这个 我特别讲一下 我自己喝了好久 我自己应该是去年嘛 我可能喝差不多一年了 因为他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 因为他有含了那个大枣 女生补血最好 所以你应该是最早的爱用者 对 因为最近两年才发展出来 我去年开始喝的去年开始喝 然后我也给我们家女儿喝 我两个女儿现在女儿都很爱漂亮 穿衣服都穿的老土材的我 我很怕他感冒 但是我让他喝陆荣其实是从祖先告诉我们陆荣很好 我就那个观念深植在脑子里面 我看到陆荣的产品我自己就很喜欢 那补血大早就更棒了 小朋友喝了以后手脚都暖和 而且不会这样咬手冷气气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还有这个应该是 我第一个认识的是这个 龟鹿荣义饮 第一个我详细是这个 你这个就不用吃高盖了 就不用吃高盖了 你的龟鹿 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他就加了很多很多对身体营养有很大帮助的 这个我喜欢他的原因 还有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一包 很方便 听起来就喝了 很方便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推荐给大家的 那各位我们其实在网路上有连结给大家 我觉得我自己舍得喝 所以我给女儿喝 我建议大家除了自己喝要给长辈喝 长辈非常非常需要 很适合饮法助 很适合饮法助 因为很多长辈都缺你知道 缺就说 不用了不用了 我青菜吃就好了 我吃也不大 妈妈 爸爸不是这样子 不是为了吃长高后长大而已 是身体健康 你身体健康 其实大家就不用担心你的身体 那就可以出去打拼了 好我们讲到这个 鹿龙还有做了很多周边的商品 包括面膜 然后这样子可以带出门的 然后还有呢 我们的鹿龙元气 哇这加了燕麦艺人 还有燕麦艺人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当成早餐 哦 哎 鹿龙早餐呢 我觉得整个升级起来 过去传统的鹿龙去泡酒嘛 你不可能知道去吃嘛 对 你那个食用量也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但是你每天日常可以吃 那这样对未来这个产业 他就可以比较 有更多的新的消费者 是 讲到鹿龙 以前我们常常印象中 都是 太会被骗掉你知道吗 因为贵 贵常常跟你买 吃就贵了 对 这奥多多钱 结果买到阿共钓包 你要找要有信用的 其实像这种的产品 就是他已经是挂保证 这品牌已经成熟到 他是要对他的品牌负责任的 而且要检验 这都是经过 对啊 相关单位有验证的 是是是 好 这是我们的鹿龙影 那这也是现在我们 在疫情过后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改变的行销方式 跟我们过去觉得 泡油酒喝几罐 跟这样喝一包 变成生活日常 对我们的这个燕麦艺人 这个形态跟我们以前对于鹿龙的 传统印象 不同 不同 所以年轻人才会 就有新的消费者跟年轻的族群会加入 是 不管是不是年纪轻或是是长辈朋友 而是这些商品我们都是会运用得到的 那这些不管是我们的鹿龙也好 刚才讲的羊还有牛 这一些还有许多 我们现在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有特别介绍 就是针对长辈朋友他们牙口不好 也做了很多的规划跟设计 来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非常适合银法族的这个 太棒了 豚骨菲利糙米粥 这个要冷藏 对不对 我这个是加热很温就加热就可以吃了 加热就可以吃了 即时耶 水也可以吃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品已经是到了做到即时的阶段 水浓的热你马上就水可以吃 这个就很好 因为糙米其实它的纤维够 然后猪肉我们的臀骨菲利 他特别要特别选的臀骨菲利 看到没有台序台序食品 台序生产 我觉得有信心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马上即时了 300公克吃一餐 嗯 好 你说上哪的这是 就是不敢吃红肉的 我们也有鸭饱粥 哎呦哎呦 现在粥类的都把它通通拿出来了 而且把那个红梨 嗯嗯嗯 红梨 OK 加进去 这个是也是一整包 他要加热就可以吃了 没有添加 加热 然后直接加 就可以有蔬菜还有鸭肉 还有红梨 这个就一碗粥了 这样就好 这也是在我们的网路上就可以买得到吗 对 实体店有吗 实体店也有 也有哦 德意中华的实体店 哦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耶 这东西很方便耶 是 我都觉得我好想要买哦 因为我妈妈现在牙口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国产 鸭肉或是国产猪肉 那有一些加工厂 他可能会用进口料 这是纯国产 纯国产哦 哦 国产的骄傲我们的光荣哦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 国早味的炸猪排 也让大家很惊艳 这个炸猪排呢 来各位看一下 气炸人生 我家有气炸锅 我气炸了哦 气炸猪排 这个猪排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它古早味呢 古早味什么意思 烟酱有得好 是不是 就是他把那个 果粉都已经帮你准备好 粉已经给你搞好了啦 对了对了 那我直接放下去气炸就可以了 对对对 真的 我用气炸好像很生气哦 但是我好高兴他一下炸了就可以吃了 这国产猪 然后已经帮你做好了一整块 这样猪排直接放到气炸锅里面就可以吃了 有没有心动 我好像要订好几样怎么办 我们已经把那个连结的网站 有放在脸书上面 各位可以马上去看一下 然后呢你即刻连结 现在送货都很快吧 你不要挤到尖锋时段 你如果说过年 过年过节 前几天那大概都会晒车 那当然啊 那我是今天 现在订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多 所以这个时候还不会塞车 OK 太好了 不要塞车 这样我比较安心 我觉得这个好方便哦 我就一整盒 然后我放在冷冻的时候 我大概就把盒子拿掉 就一包一包塞在那个冰箱里面 想吃的时候就一片拿出来气炸一下 古早鱼的气炸猪排 这也是我们现在很棒的 小朋友保证喜欢 那我是小朋友 哈哈哈 我也好喜欢哦 好 除了这个猪排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鸭松礼盒 鸭子其实我们有吃过鱼松肉松 但是鸭肉是我印象当中 它是最不油的 对 才不会大口 才不会大口 我们还有做到鸭肉松啊 我发现今天都给大家大开眼界 你一定都没有看过这些产品 对不对 这是鸭肉松耶 今天就要是带给大家新产品的体验了 真的耶各位 你真的我觉得好惊艳哦 因为鸭松 一般的养殖鸭 我们大概都是直接 整只 一般烤鸭吃最多的是烤鸭 烤鸭像这 很少人去把它做成是鸭肉松 这个鸭肉松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鸭鸭相松 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 那我刚刚其实我回头讲一下 我刚才这个粥哦 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粥 因为它有得到我们的金钻奖 它的奖励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很多长辈朋友 他可能咀嚼不是很好 所以呢希望能够友善 我们的银法族朋友 所以银法友善食品 在我们这个部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老人家牙口不好 粥都可以吃得到 牙口不好很多东西不吃的时候 营养不够 所以这个营养成分够的时候 他就可以吃到健康 吃到营养 而且吃得安心 好介绍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样 我们的助理帮我们把它还一下 来这三个 这里面有麻辣鸭血 还有我们的红梨 书鸭粥 还有这个呢 是我们的胡椒 猪肚鸭宝 对 是一个宝呢 对 哦 这样回去就可以 我这样就有三行菜了 这都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 同一家公司 都是鸭类的东西 因为你看猪肚 是 跟那个鸭肉 那你把那个胡椒 这个煮在一起 这个 你怕吃辣的可以吃这个 是 它那个味道也很棒 是 主要是方便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 如果在采买上面的改变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可能去太多人的地方 你会紧张 你也会害怕 一般也是呼应 我们现在双新家庭 即时的 即时的 准备 对 这个我们多元的产品 慢慢都往即时化 对 小夫妻两个 就也在双新家庭 也不会做菜 没关系 我们交给专业的去做 然后专业的做好之后 我们只要会加热就可以了 会加热还可以吃到 它最好的营养 我觉得就太棒了 一般你今天介绍这些产品 都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因为他们的试口性很重要 特别挑过的啊 一定是要大家最喜欢的口感的 才会特别喜欢 再来我要介绍的这个 我要特别强调 因为他们家的鸡肉 我超爱 那是我的日常 松平松平 因为平常我去的时候 我都跟他讲说 我要这拌吃 他就给我行动 拌吃就这种 对 以前都行动 现在过年有好多吃 我跟大家说 那过年的时候 你知道那整个要去拜队 要排队 因为要拜拜 一定要很多支 所以你现在不用去排队 直接下定 他就可以直接从工程寄送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鼓励不用 因为现在大家怕群聚 你如果过年过去 你要跟人搭车 那干脆他就发展这种包装 这是直接可以栽培的 是 在这个发展 这种包装的过程里面 也有一些人不太适应 他就要想看到 看你想到 独独一只 独独一只 要再看我再翻 妈妈再翻一下 看有色没有 有色没有 这吃辣 还是那吃辣 他要挑一下 其实我觉得 现在机器在做 不像我们以前料理 凭感觉 我以前料理 你问我那个汤要做几分钟 大概 大概20到30分钟 可是机器在做的时候 他那个精准度是做到刚刚好的 他已经均实化了 对 甚至那个鸡进去 每一只大小都一样 不会差很多 不会差太远 有一个规格 就大这四处就差不多一只 鸡的缠缠 不会差太多 那做出来口感一定都一致性 相当相当高 他的盐水鸡 他的烟熏 今天这两个都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主力 除了是这个我们的松品之外 其实还有鲜鱼牧场也是做得很不错 那其实松品还有 我记得松品我还买过他的低基金 你看我是不是他们家的爱用者 他的低基金 因为我妈妈几年前生病的时候 我就买整盒的低基金 每天一包一包一包 哇 眼睛睁开 水汪汪的 我会觉得很感动 所以像养生之道 我都觉得疫情期间 大家应该要把自己吃的健康一点 可能会熬夜嘛 可以吗 放家打一下麻将没关系 会熬夜就要吃低基金 就要吃低基金 但是鸡肉现在有很好的 这个这样整合的包装 我觉得更安全卫生 更符合大家现代社会的期待 好 除此之外 这是我最爱的 一个一个 不好意思麻烦董事长帮我拿了 来 我们还有这个佳文鹅肉 嗯 这个 这个也好棒哦 各位 这个 这个好棒 鹅油 鹅油 辣油 拌饭 料理 这个也是很精华 因为要用到鹅的时候 我们其实肌肉比较多 因为一般的通路 大家市場 你要买一只鹅油 你要煮的 很烦 很烦 很少有 所以要事先要定 过去都是在鹅肉店吃 对 我们都是去吃鹅肉店的 但是这个 这个光是这个酱 它就比别人要更香 然后辣味 这个你要炒菜 拌饭 煮它 拌面 都很适合 糟糕了 说的就肚子饿了 好 除此之外 我们鹅铺子还有做了很多卤味的东西 这个是 也都是即时包的 OK 好 有的是可以马上即时的 像这个是即时的 这是鹅铺子的 这个是鹅翅 鹅翅膀 然后 那有一些可能是需要在冷冻料理一下的 像这个是什么 这是鹅肉 然后这也是翡翠鹅胸 一个鹅胸 鹅肉 需要冷冻的 或者是 卤味是马上吃给退冰就可以吃的 这些都是鹅肉方面的产品 我们中央去产会管很宽 这些都是在它的范围之内 不是管 我们是服务 服务很宽 帮忙很多 好我们还有一个鹅铺子就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鹅味 那当然可能你过年过节你会想要有一些礼盒 可以来带给大家 各位你不要只有看要按赞分享 因为这些都会成为你今年过年的时候 你要挑的礼盒里面的首选 第一是台湾本土的 然后第二是我们政府用力大力的去推广的 第三 业者是花了心思努力去把产品做到最好的 反正你要吃好的蛋白质 就找中央续产会 就对了 但好的蛋白质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 我们现在 家禽最小吃的 鞍唇蛋 阳光 鞍唇牧场 天然新鲜 温度 味道好 这礼盒我得要打开一下 好 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将将 这是鞍唇蛋 然后它是 黄金咸鸟蛋 这个是 咸香鸟蛋 直接这样吃 可以直接这样吃 好惊喜 因为我以前看鞍唇蛋都是要在那个 那个是佛跳墙 佛跳墙 佛跳墙里面 整个万年 我就想先先把它夹起来 就觉得好嫩好好吃 这个礼盒是可以这样直接 就马上及时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包张都做得很漂亮 阳光鞍唇牧场 这也是一个品牌 然后让大家可以送礼自用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哇 来 看一下哟 这个不是阿婆铁蛋 这是鞍唇铁蛋吗 鞍唇卤蛋 鞍唇蛋 鞍唇蛋 香卤铁蛋 鞋蛋 鞋蛋要卤到这样 要卤很久才能这么小 要花很多时间 才能够卤到这么小 还有这个一整罐的 这都是一盒 自己要炖汤 煮佛跳墙 都可以用这个鞍唇蛋 OK 这是便利之外 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创新 那刚有讲到说 要吃这个好的蛋白质 就是找中央续产会就对了 这几年我们也看到许多的鸡蛋 他都加了一些机能型在里头 所谓的机能型就是 鸡蛋已经不再只是鸡蛋了 这里面都还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这个续养的方法 或者特殊的添加 那我们看到这个鸡蛋 它有一些什么就是刮剥井 就是每一颗鸡蛋上面 它都有都有都有身分证的 喷马 喷马知道说是哪一家的 不是哪一家 是哪一天生产 哪一天生产的 哪一个牧场 有青也没青 看就知道了 你有认真去看过这些数字吗 我其实没有认真去看 但是今天我才知道 这些数字都是有意思的 而且要把它喷印上去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哇好快的速度 我们把这些通通很快的 让大家看过一遍 那各位在脸书上面呢 要按赞和分享 我们也把最快的就是 我们在今天所有你看得到的东西 不管是牛羊 还有很多的鸡肉 鹅肉 还有很多的包括鸡蛋 还有鹿龙等等 这些都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拥有 那马上就要过年了 所以董事长也要来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除了可以多用这些 续产品的产品之外 那过年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好年 好不好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今年年假比较长 那比较有时间跟家人聚在一起 那你可以选购国产的好的农产品 那包括我们的续请产品 那因为过年应景嘛 所以刚刚大概先把 我们这个主要的鸡鸭牛羊 就讲一遍 都都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那其实我们是把主要 因为这个空间有限 时间也有限 所以我们是 东西还比这个更多 折要的 因为我们续产会这个平台 就帮忙在辅导业者 认验证 那甚至呢 各位消费者也请放心 我们的续请产品 要经过屠宰 那我们这些屠宰 受益师都在第一线 帮忙守护最重要的食品安全 那经过加工的部分 也要经过相关的检验 嗯 那我们验证中心 也有一百多位的同仁 包括很精密的仪器 搭配各种啊 这个全台各地的这些实验室 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把关 所以我们当然鼓励大家 踊跃的采购好的年货 当然也要看好清净好朋友 看好清 对那现在因为疫情 大家有点紧张 嗯 我们今天透过阿二姐的节目 希望大家不用去跟人家挤 是 那当然去到传统市场 年货大街或者是固定的实体店 大家有点担心的时候 你也不说买没东西 你只要下单 现在宅配外送的服务都很够位 那最重要的是 嗯 我们很多人怕麻烦 嗯 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 是帮大家想到了 是 你买来加热就可以吃 甚至退瓶就可以吃了 是 所以鼓励大家选购 优良台湾的农特产品 包括续琴产品 是 欢迎大家选购 是 那我已经把连结放在里头了 好多朋友都帮我们按赞分享了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好年 先拜个早年了 当然 新年好 苦年行大运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